好 好 有誰不認識他 第幾季 是的 已經沒有說到 第九季第四集了 第九季第四集 這個爆玩具 既然見到真人 也訪問過 本來Almond也會去的 剛剛在日本玩 但原來還有一個粉絲 就是德哥 真的都很堅熟 德哥什麼都會喜歡 好的東西都會喜歡 有什麼 有錢有什麼可以享受 我忘記了 那算了 我不要說一句了 好了 有沒有人不認識 Rockin Jelly Bean 沒有人不認識的話 最好 有人不認識的話 在TV也看到認識 先說Rockin Jelly Bean 這個藝術 其實他是一個日本藝術 他最有名的 不是出色的 最有名的是他的藝術 畫畫 畫畫很漂亮 我也在做Figure之前 其實跟很多不同品牌合作過 嗯 有出過Outfit 即是出過一些服飾 當然也有出畫作 不用說 這次是Figure 因為我很多年前都已經喜歡一些東西 這次可以看到 這個應該是正的了 我看真的 漂亮的呢 所以 Almond也算是出席 有自己在做 我定義是 要慢慢開 麻煩 那天我看到 哇 真的阿德哥 升光泣泣 好了 那天真的 我切仁兄弟都去了 然後加上 又看到 畢奇 又看到 Erik 有些朋友也看到過 我經常說他是一個藝人 為什麼他遮了樣子 有些人從事多個工作 他不可以遮了樣子 對 始終他的地位 就不是 他始終是一個 很勁促的一個 是一個殿堂級的 對 是一個殿堂級的設計師 他的藝人已經是世界知名 其實我開始在想 會不會是他的作品 德哥在看的 你去哪裡 不回來 他會不會是比較 我形容 就是去到一個位置 就比較澄釋 或者叫 可能對於大眾來說 可能過了火 就是你不可以拿出來公然地展覽 我們的訪問和片 我們都就著就著 都沒有拍到很棒 因為 有些都是 我大人就沒有覺得 但是實際是兒童不異 不要緊 我們換句AV 都是給大人看的 也是換句AV 是 也是給大人看的 因為還沒過完 但是真的有 但是真的有小朋友Fans 倒實說 上個禮拜 BB上來也有小朋友 Rocky Jelly Bean 的作品就有小許色情在裡面 但色情從來真的不是他的賣點 可以說他的意味是有很多女性的同體在裡面 有話要說的和訊息 但是他表達的東西也是非常之好 重點不是在那點上 但畫面就真的有 畫面是涉人 所以我覺得他比較其實他很保守 所以他為何戴面?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 因為他的作品去到很邊緣 他有時候他也要保護自己 保障自己 所以我覺得也是不是壞事 大家很奇怪這首歌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其實是要做他招牌的動作 是我的鬍子嗎? 不是,是浪下巴 是他的動作 我們今天訪問他就不停捏鬍子 噢,還有一些配件是握筆手 這個是精髓的配件 就是畫筆 油畫的座 把顏料上去畫 握起來就非常之好 女儀物主很疼愛這句話 所以不是 不要這樣破壞我了 你猜他會不會在這裡打 剛才這個頭尾就會見到他掙面目呢? 有什麼呢? 欸 你有沒有想過呢? 沒有想過,試一下先 好啦,那你也說一說這隻東西呢? 欸,不用了 是How to work的 是How to work的 是How to work的 當然是How to work的 讓你知道他的樣子不得了 還有可能How to work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樣子是怎樣 正常來說呢 一個人一個正常人 就不會一天24小時都戴著面具 我想平時呢 即是不出席公開場合 他應該是除了的 可能是 嘩,這樣戴髮 你也不知道啦 不,你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但是我在香港有一個藝術 有真是 星星兔 我真的沒見過他這樣的 真的喔 他真的長期還要戴口罩 為什麼吃東西這樣做 那他有化身的嘛 是啊 他戴著這個頭刀的時候是真身 那個走出來的 我們都說是真身 平時不戴這個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是誰的 但是說起來 就是問是路 就知道他應該是他 你可以拍照片 那些真的不是真身 是啊 因為我記得第二天正式開展的時候 其實很多朋友去拍照 拿T-Man 他就會帶了一個Walking Jelly Bean Girl出來 是啊 起碼兩個 一定是一些性感美女 美女風滿的那些 是啊 一定有的 他永遠都是伴兩個在手 但是那天呢 我們就沒有的 還有他也不是穿西裝的 他那個 翌日正式他是穿西裝很漂亮的 是啊 我們那天他是穿T-Shirt的 你要看那個房間就知道 都是戴頭套 都是戴頭套 一定是戴頭套 他不會不戴的 而且他很懂得去 看看戴什麼顏色 德哥說話的時候 其實他沒理由知道他是廣東話 說什麼 他就在點頭 做了表情 就是這樣配合我們那個 好像特色的那些演員 是啊 他在這個 就是我看過他的訪問 我沒有見過他真人 其他演員 他是很懂得給一些動作的 可能因為他已經遮住了表情 所以他了解到做動作 比反應是多麼重要 如果他沒有去看 但是他說真的 就是 以Figure來議論 這隻 我覺得 手這個位置 就 關節露了出來 就差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以這個outfit來講 就很配合他的尺寸 第一點 我很喜歡他 一些紮身褲 是啊 紮身褲的西裝 這些就不是一些隨便買的 始終就是要特意為了他 車回來 那隻尿也挺漂亮 紮身 不是鬆鬆的 不是鬆鬆的 鬆泡泡 這些就是有些誠意 然後這套西裝也不用說 這些位置 他這套西裝的剪裁很特別 這個位置 是靚位和袖位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揭開他 揭開衣服 是啊 裡面呢 就是一件黃色的衣服 那再入一點 再入一點 不要 不要 是普通素體 普通素體 是啊 你不要嚇到我 旁邊的心臟病發 我還想把燃車 還有燃車 還有素體 還有素體 應該都不是我們玩 一比六的 去到巔峰的素體 不是 HOWDU WORK的素體 設計師那些素體 比較SLEEM 所以這個大家要理解一下 你不要打算買回去 我可以做一個包膠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 要自己換 另外一些東西 就是另外玩法 首先你真的要了解到這件事 就是這一隻 是給一些喜歡 Walking Jelly Bean 這個設計師 去買的 就不是說 給一些 純粹是玩開一比六 玩家 要追求那種 是有少許不同的方向 不過我又純粹一比六玩家 因為這個原因是賣 就是賣來灌窩 因為我很喜歡 就是把真人放進去 是假皮來的 假皮來的 這是精髓 這是膠 這個頭套應該是膠 是膠的 是膠的 這很好的 因為形狀會比較穩定 如果皮車就很貴 如果皮車真的很貴 皮車真的很貴 很貴的 鬚 黏上鬚也挺漂亮的 是一兩條特別長的 其他這樣 可以捉一下自己的鬚 都是放了一些心機 在頭套部分 是麻煩的 西裝方面的剪裁很好 好了 這些純粹是一個 館模園 館模園 設計師 喜歡就喜歡 而且數量很少 好像香港只有幾十隻 應該也是賣光 我都挺肯定 肯定賣光 肯定賣光 因為這些始終 他太 有FAN SPACE 還有精髓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少 肯定賣光 好了 我們要繼續下去 我們要尋人 尋人 真的要 先放哪些 尋人 好 又不可能 好 先 這個 那個 可以 這個 這個 好 另一隻 又是NECKAR出品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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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饭